第三个特质是完整浴室的载体 我们前面说过 鹿死谁手 你不能理解为 那个梅花鹿谁把他杀了 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因为它是成语 这个成语是有一个浴室的意义 我们去理解它要整体地理解 成语就是浴室整体的一个载体 汉语的成语 是锤炼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故事 凝结成的 变成了一个现成的画 这个现成的画 虽然说它有来源 可是你知道它的来源 你还得知道它怎么引申出来的 我们这里说两个 比如说鱼宫移山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了 大家对这个故事非常的清楚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 关于于公移山这个成语的讨论 于公移山 它是在战国的时候 《列子汤问》里边的一个故事 说的是 于公他一出门 就会碰到太行王武两座大山 非常富邦不方便 于是他召开了家庭会议 想要把这两座山挖掉 以后我们出行方便 这个时候他隔壁呢 有一个叫智嫂的老人 就笑话他 你这样做 根本就不可能啊 做不到的呀 为什么 你有生之年你都挖不平 你怎么可能做到呢 可是于公回答他 我挖不了 挖不完 还有我的儿子呀 儿子挖不完 还有孙子呀 所以叫做 子子孙孙无穷敬也 可这于公的决心有多大 这样一个故事 直接就叫于公移山 但是这个成语的 意义是意义 并不在于公 而在于移山 所以于公移山 他取的利益 不会在于公是不是于 而会在移山的这个精神 坚持实干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 一种奋斗精神的一个提倡 另外一个成语 叫出尔方尔 出尔方尔这个成语 也是一个预示意义 要整体理解 很多成语都是这样 你如果把它的细节意义 拿出来 你就可能理解错了 那出尔方尔 这样一个成语呢 本来是没有矛盾的 它是在孟子的 梁慧王夏里边 所说到的 出乎而者 反乎而者也 那这里面是说什么呢 它说的是 邹国和鲁国开战 然后邹国的国军 很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邹国的那些官吏 奋勇去打仗 牺牲很多 可是老百姓啊 不会去拼命地 去救助他们 所以邹国打败了 邹国的国军就说了 我要拿这些老百姓 怎么办啊 这老百姓 怎么这样啊 孟子就跟他说 国家在灾荒的时候 百姓名不聊生 可是这些官吏呢 并不把百姓名不聊生 情况报告给你 你的国库里边 很多的粮食 很多的财富 可是百姓呢 得不到救助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些官吏 其实它是不关心百姓的 甚至它是残害百姓的人 那你怎么能够指望 残害我的人 我还去拼命地救你呢 你用什么办法对别人 别人就会用什么办法 来回报你 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那你也不用去怪罪老百姓了 老百姓 你要给他施人证 施了人证呢 他自然会跟你亲近 那么你有危难的时候 他就会奋不顾身 这个出尔反尔的成语 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里面 出和反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不矛盾的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成语的 预示意义呢 跟这个原来的细节意义 不一致 他说的是相反的 相矛盾的 那就是你说的一套 做的一套 你今天这么说 你明天那么说 这个叫出尔反尔 所以这个成语里边 它的预示意义 变成了跟原文相反 它是跟词语的变化 是有关系的 所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